Lio世紀天梯中心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西班牙人對上賽特人 在上面是天梯的哈拉布地圖 好 稍早的時候我們的麥克風似乎有點炸裂 跟各位說聲不好意思 傷害大家的耳末 沒有想到麥克風有這種BUG會出現 這是第一次出現這種情況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西班牙人這個文明 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是 每研發一個科技手會獲得20黃金 而且西班牙人的火槍的射擊速度 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還有這個火炮 那後期西班牙人有大衝撤 垃圾兵全滿狀況 游骰也是全滿的 所以整體用起來是蠻舒服的文明 那時候前期的部分有個問題 他的工兵不能升級奴兵的關係 所以封建時代不能安太多的奴兵 避免升城堡時代節奏會變得很差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賽特人 賽特人這個文明也是相當特別 他是法阿姆速度最快的文明 而且他的步兵移動速度也是最快的 工程器的攻擊速度也是最快的 但是他沒有火炮 所以賽特人往往都會被對於有火炮的文明 給壓制住工程器 所以他的槍頭作戰很強 大槍兵配上這個投石車 打法是非常強悍的一個策略 但是在前期部分 賽特人也是滿適合打工兵的 因為他的工兵 封建時代工兵 轉城堡時代奴兵的時候 這個變身的時間是非常可怕的 因為木材很多的關係 所以射箭場和兵工場 可以再更快前期蓋下 還有升級時也會稍微快一點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地圖的部分 地圖的部分左邊有黃金 下方有石頭 右邊的部分有大黃金 上方有九頭 右邊右 那這邊黃金的部分看起來是有點尷尬的 主金的話在右側 但還好這個金是在高地上 左邊有塊黃金 但是這個離地面有點近 這個主石也是的 只要守住右邊的話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問題是喔 這樣地圖真的是有夠爛的 只有兩塊木區喔 這個地圖來說 對Hero來說是一個非常不利的局面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MBL MBL這邊也是兩塊木區 黃金的部分 一個在左邊一個在正面 還有一塊在後面 黃金分布跟Hero來說是差不多感覺的 那石頭在右方看起來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專體來說兩邊的分數喔 地圖分數大概只有10分20分 都是非常爛的 尤其還是這個果子喔 在前方喔 相當難受 好 那兩邊封建時代都是點下了支部技術之後 再升到城堡 封建時代 居然這一把沒有人要投支部了 最近蠻多頂階選手們都在嘗試 點黑暗時代喔 這個黑暗時代 點封建時代之後 才去點這個支部技術 那現在這個打法 似乎並不是成為一個主流 只要這個P數上的越早 這個支部技術還是會下一下 避免這個肉不夠 結果上不去 所以在17P的時候還是會點支部 但18P的話好像就不會點支部了 所以這時候點不點支部 只是肉夠不夠的問題 而不是要不要 偷支部的問題啊 好那兩邊都是點下了一擊伐木 兩邊囉 這邊是打了一個工兵開局 工兵開局一個人挖金 一個人挖金的話 稍微可以出工兵 那一定會斷金的關係 這邊待會要轉毛兵出來 那如果兩隻工兵的話 就已經足以應付這兩隻棒棒了 那棒棒開局喔 對HERO來說 HERO來說呢 是一個比較低分的開局方法 因為這個開下去之後 弱會非常少 還不如弱馬開局 當然棒棒開局 對賽爾特人有個優點 就是移動速度特別快 可以更快到敵人家裡 那棒棒開局轉裝甲 是他最低分的覺得的打法 那兩棒棒的是 比三棒棒轉裝甲還要好一點點 因為不會投資太多的科技 在這個棒棒身上 然後可以讓自己更快去補下落馬或是毛兵 之類的開局 或是點下一集射 稍微解說一下 那HERO這邊是打了棒棒開局 後面轉弓兵一樣毛兵 好 但這邊是轉雙射箭場 然後兵工場 好 這就是賽爾特人封建時代 在比較有優勢的開局方式 好 那MBL這邊單射箭場 基本上就可以擋住了 好 後面的毛兵再過來 右邊有點施力 好 這裡要稍微抖動一下 好 毛兵在後面繼續輸出 好 看起來MBL 毛兵數量現在暫時裡先 那HERO這邊是4個人挖精 所以雙射箭場不斷工兵是不可能的 好 可能是工兵跟毛兵互相按 那如果互相按的話 可能會被MBL吃死死的 因為工兵很容易就被這些毛兵給壓制住 那MBL這邊是補下一個輪軸技術 這邊還高打低 瘋狂換掉HERO的大量毛兵 哇這個毛兵死的死 躺的躺 OK 全部吃光 HERO這邊的伐木優勢還是蠻明顯的 現在資源量已經領先300了 好我們接下來繼續看下去了 MBL這邊是決定 繼續出毛兵 沒有斷 好現在轉馬就了 這個轉馬就可能會很關鍵喔 只要先把對方的工兵全部收掉 待會漏馬以上 這些毛兵就可以吃乾母鏡了 好單射箭場配漏馬 這個打法在封建時代是很穩定的 既可以防工兵 又可以防止對方的毛兵 打贏自己 那不管對方是要出工兵啊 或者是要出肉馬 都是一個55開的局面 好但是MBL先轉出來的話 那一方就有優勢 這用肉馬開始無雙開打這些毛兵 毛兵數量掉了很多 槍兵出來沒有戳到 好再補了一隻 好不兩隻再戳到了一槍 這樣就不虧 好 Hero這邊稍微有點暴資源喔 黃金的部分剛剛多了一些 下城堡 兩邊城堡時代 感覺是差不多時間的 右邊這兩隻肉馬 開始探一下地圖 那這邊時代是上去 待會MBL喔 可以考慮打西班牙征服者 或者是要打奇兵暴 好就是西班牙人的上層 很好的選擇 這裡沒有挖石頭 通常就是肉馬繼續按 然後待會轉青騎兵 再轉騎士 好這個品種跟蹤技術 但是MBL並沒有打算要直接上的樣子 而是毛兵的部分 先點了一個工兵鎧甲 那這工兵鎧甲感覺 投資的並不是這麼的划算 如果沒有要打西陣的話 而且毛兵也沒有繼續補 所以剛剛這個一級的工兵鎧甲 投資到底划不划算喔 這就是一個問題 好 好 當然Hero這邊也是有 有投資這個一級的工兵鎧甲 可能MBL覺得毛兵不點 還是會有點虧喔 但我覺得毛兵互打的時候 數量才是重點 當然如果數量吃平的情況下 有一級的工兵鎧甲的人 還是比較有優勢一點 好 兩隻肉馬沒有抓到生女 直接被重裝場槍兵給戳掉了 Hero這邊是轉出了3TC開農 MBL這邊是在高地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高地城鎮中心的優點喔 就是可以嚇阻對手 即使你這裡沒有插旗子喔 對手看到高地有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也不會輕而易舉的就靠近了 隨時被出來的投石車阿 或是弩炮砸一發 都有可能的 如果你沒有石頭可以防守自家外地的高地的時候 蓋個BK喔 工程器製造所 也可以做到嚇止的作用 好 MBL這邊是 四個人挖石頭 然後三個人繼續補村民 三個TC 那Hero這邊也是喔 三個人TC一直補 兩邊打的是一個偏龍的 好 遊戲時間來到了27分鐘 這個時間點阿 如果以純龍的狀況來看阿 是可以點帝王時代的 但這兩邊並不是純龍 而是有在稍微出兵 身旅稍微防守 好 這邊MBL有大動作了 這裡一堆毛兵 戰毛兵也升級上去 投石車開始來拆這邊 工程器製造所要把它補一下 Hero這邊好像還沒有補工程器製造所 好 這波看一下投石車 能不能打到一點東西 看一下這一發 結果拍到自己的投石車 這個尷尬了 這個村民要不要修理一下 但是Hero好像沒有看到阿 欸有看到 打了一下 但是被修了回來 結果自己的戰毛兵被打到頭破洗了 好 這裡直接蓋薄 Hero這邊還差兩百石頭 趕快買賣一下 好 買了一百石頭 快笑趕快敲 好是兩百石頭 兩邊都是買了兩百石頭 好這裡三個TC 這個承熱中心 可能不保 投石車砸一發 找到自己的重裝長香兵 所以我們稍微殘血了一下 投石車砸一發 但是這個城堡快蓋好了 投石車趕快往後拉會比較好 那接下來看到這個情況 MBL可能要轉一個 騎士路線了嗎 這個堡蓋好還是要樹生地呢 看起來是樹生地喔 這邊支援不夠上帝 上帝之後再轉騎士或肉馬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MBL這邊是點了帝王師帶 Hero這邊也是帝王師帶點下 高打低 MBL有優勢 但是有投石車 先撤退 好兩邊升帝王師帶 應該不會有太大規模的打鬥 好看一下 Hero這裡是繼續補下了經濟科技 二級伐木現在踩點 資源已經被拉開了 大約MBL領先兩萬 兩千六的資源 Hero這邊是 開始要量產 收攬武士會比較好 那待會巨型投石機也要趕快去補下 好MBL這裡又再補了一個城堡 好這就意味著雙寶 待會就可以直接開始工程了 好那兩個城堡 產巨型投石機的效率比較好 但是這個城堡好像有點告不太起來 收攬武士過來 阻止一下蓋寶的村民 好抓到戰毛兵 希望征服者在戰毛兵的面前是毫無招架之力 好收攬武士全部搞定 西班牙人這邊是以上帝補下了霸權 MBL上帝不是先安巨型投石機 Hero這邊率先點下一台巨型投石機 MBL這個打法很特別 並不是直接就上巨頭開拆 那或許也是因為現在的軍力完全不夠 跟對方看可能 因為這邊收攬武士雖然太多 出巨型投石機開拆 也有可能會直接過來拆掉 所以選擇了先上霸權 增加村民的生存能力 然後城鎮中心補到了五個 第六個開在野外 一直開TC一直爽 好西班牙人的優點就是 可以把村民當作軍事單位來用 好村民這邊史上有點多 但是收攬武士也是被村民圍毆之後 硬生倒地 好城堡直接應該蓋好 蓋好這個城堡之後 要開始產巨型投石機了 左邊這個城堡可能只能產一台 中間化學好就可以來產火炮 這裡有火炮的話 巨型投石機應該就可以反吃回去 Hero這邊帶到血點下 增加一下自己的命中率 Hero這邊村民數明顯落後 125村對上只有4村 村民差距甚大 那現在補下第二根城堡 那現在Hero的支援點有點尷尬 他的主石在這裡 右邊的石頭已經挖完了 而且上帝王時代的賽爾特人 通常都是打松爛武士的關係 所以城堡的數量一定要趕快量產起來 如果城堡一直被拆掉的話 中後期賽爾特人 可能就要掏出自己的殘廢遊俠 去跟別人打機動戰了 那西班牙人這邊是繼續補下科技 三級射 但是城堡全掉了 好 這裡有一台火炮 開始慢慢進攻 繼續投石 稍微拉開 走了一下 後方巨頭補了一個傷害 好再補下 打一下 再拉打 回頭 開炮 好 就先把松爺給打死 好 最後再打個一發 右邊松爺修起來 但松爛武士過來 兩隻松爺直接招翔 能夠招到一隻 沒問題 第二隻沒有辦法 OK 兩隻西陣過來 稍微擋一下 但這邊可以直接用松爺去扁松爛武士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後方在毛病 第一時間把西班牙征服者給解決掉 後方的火炮被松爛武士追 有點痛苦 好 這裡戰毛兵是打不贏的 MBL 這邊鬼轉火槍 火槍轉下去 賽特人這邊戰毛兵 也是還在出 好 這邊這裡村民繼續抓 村民差距147村 對上102村 村民差距大約45村 好 MBL這裡左邊補下 心得一根城堡 這根城堡能如期蓋起來嗎 雖然武士又來了 但是目標應該是要去抓火炮 這裡要趕快圍 10強 補下 結果車門沒敲下去 那完了 這兩台火炮可能不保 好 戰毛兵過來 打個戰毛如何 哇 結果沒有空 好 左邊的巨型頭司機 果然被松爛武士給拆掉 那松爛武士的傷害 非常可怕 他精銳版本 加上三攻 傷害力是跟遊俠一模一樣的 都18點傷害 好 那現在的階段呢 是要趕快出更多的村民去打架嗎 還是要 產火槍 或是 轉出火炮陣 去做處理 但如果要打大洛馬 或是戰毛兵的話 MBL也是非常適合的 而且洛馬呢 也是全滿了 要騷擾 賽特人家裡也是相當輕鬆 甚至反之這些戰毛兵 大洛馬感覺是可以觸一下的 但是MBL好像沒有要轉變的樣子喔 現在聰明處來到176村 賽特人點下了三級的步兵鎧 化學也補下了 好火炮塔也補下 兩火炮塔來了 準備去 產生出來 好 採礦地被拆掉 馬上又補了一個 但是直接拉村民去打架 村民肉身扛 動爛武士 這邊戰毛兵一直在手點火槍 火槍陸陸續續的倒地 哇 有點傷啊 OK 賽特人這裡是補下了攻擊力 步兵鎧甲已經升級好 賽特人精銳也是以大成本 現在要先穩定農田的肉量 後面要趕快再度開些 農田會比較好 但是MBL火炮塔研發好了 開始要來插塔 好火箱去手點 戰毛手點火箱相當舒服 好這裡戰毛兵 還在高地打輸出 火炮後面打一下 但是三隻少龍龍師過來直接強拆 沒有拆掉 殘血的火炮活了下來 這一台火炮兩台殘血都活了下來 真假的不可能吧 一刀 果然還是要拿這個斧子 一斧就是一個 好最後只剩下一台火炮 火了下來 好這個火炮塔也是輸出到了蠻多了 好右邊再繼續補一些射箭場 好MBL在左邊開始有大動作 十隻村民開始連環蓋 想要把Hero這邊的農艇給空下來 因為他這邊的步兵跟戰毛兵 都是非常吃肉的單位 好這裡直接手撕火炮塔 火炮塔下方的這個位置是死角 還沒有研發科技的話是不能進攻的 好馬上就躲下了 進射孔 進射孔補下 就可以打到底下火炮塔的單位了 好現在Hero這邊有兩台巨型投資機 架起來之後 開始拆除這些違建 好正面 哇已經插了這麼多了 中間直接插五根 這不愧是四義帝國裡面 蓋建築屋最快的文明 Hero這邊三級工業點下 現在看起來Hero是非常難受的 農田被空了這麼多片田 分明樹也一直沒有辦法滿到150村 右邊的黃金也沒有辦法穩定空下來 雖然蓋了一根城堡 稍微空一下 但是還有一個火炮塔 空在石頭的地方 所以現在這兩邊 黃金跟石頭都不太能挖的感覺 好MBL點下磚瓦技術 提升一下劍塔的 火炮塔的血量 擔防力 好 雖然武士再去後面抓 抓到兩台火炮 這一波交換不虧 好MBL 火炮塔越差越深入 好 右邊這邊想要再補一根塔 應該 兩台巨型頭司機一直沒有辦法處理掉的話 怎麼差還是怎麼被 被拆掉 所以這邊巨頭一定要趕快拉村去搞定一下 好村民直接手撕巨頭 好 西班牙暴民攻擊力是9點傷害 再加上兵工產的話 這個傷害更漂亮 好拉拉這麼多村民過來打 但是卻沒有拆掉可惜了 好但是小消息是下方這裡的火炮塔 又再次被建立起來數量了 插完之後直接又要衝到城堡底下 手撕人家巨頭嗎 真的是太無情了 右邊直接插一根火炮塔之後 開始手撕城堡 火炮塔拆城堡 這真的是只有西班牙人才會看到的畫面 好三人無事過來解救一下下方這邊 分明數開始有下降 但是火炮塔一蓋好 應該都沒事了 好左邊巨型頭司機拆得很開心 繼續拆除建築物 現在MBL黃金樹有點缺乏 火炮塔沒有辦法繼續往前蓋 這也是補了更多的射箭場 還有馬舅 這邊可能還是要轉一下肉吧 好兩根火炮塔 稍微嘗試反擊回去 唉唷這裡火炮塔 再打巨型頭司機 怎麼打都是1滴 因為巨頭的遠防是150點 火炮塔則是124點傷害 對整體來說是沒有辦法傷到巨型頭司機的 怎麼打都是1滴 好這根火炮塔 好這根火炮塔好像又要再被建立起來 已經被後方的移動式火炮塔給 注意掉了 好火槍 現在數量來到了13隻 在後方繼續努力輸出 那Hero這邊黃金有點被控到死 黃金完全歸零 石頭也歸零了 這個城堡掉了還能打嗎 這樣就死守這個黃金了 Hero這邊要再繼續打下去的話 可能要轉出大量戰 毛槍兵才有可能打得贏 但是MBL好像不想要給機會 這幾台巨型頭司機還在輸出 好Hero這邊是打出了GG 我們恭喜MBL拿下比賽這裡 MBL火炮塔打得是非常漂亮 左邊一直升差 中間一直升差 右邊這裡控圖也是控的很好 讓Hero最後的黃金也沒有辦法 讓他如願以償去挖掘出來 那到了這個時期的賽特人 通常也可以轉出大衝射 去拆掉這些巨型火炮塔 用巨型頭司機的話 很容易被火炮給反制回去 但是不管怎麼說要轉什麼 都是需要吃驚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MBL拿到資源上的全面勝利 生物的部分是由Hero 這邊拿到了三人生物的優勢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